有出本说那个老阿姨啊,你绣球花的花组粘了咋办,怎么个粘法,如果说你看它这种粗粘的,就是感觉缺水了那种粘,你直接丢到水桶里面去给它泡起来,别话说浇水不行吗,不管用,明白我的意思吗,真的,你一定要盖的这个底啊,绣球是洗水的,但是很多的话是养不好,咋回事,光照不充分,通风又不好,换的盆土呢,老是用水排不出来,它就不行了,绣球花还有一种粘是怎么粘的,强光暴晒,灼伤, 你像一般来说,我们在大棚里面不会给它很强的光照,绣球是喜欢的,就植物都喜欢的,但是它扛不住,它扛不住暴晒,你别暴晒,你要那种晒伤了的话,可能就要缓一缓了,明白了吗,还有一个呢,就是如果说真的是,我说的那些方法都拯救不过来了,拿剪刀给它剪掉,它还会再开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你要学会节哀,绣球呢,它是大部分呢,都可以抵住严寒的,我们这边没有做加温,而且, 你像这种叫大花绣球啊,绣球会有很多种,我就不一一道道道了,你要这种呢,叫大花绣球,它在北方是有天然优势的,你要问我啊,绣球最适合的地方在哪儿,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贵州四川,这两个地方,你要是四川跟贵州比的话,贵州比四川更合适,我觉得贵州是最舒服的,因为它全年呢,不是那么强热,强晒, 基本上你种到以前,它会长得很好,而且我去年给大家也拍过贵州的视频,是吧,花短间的,旧的不去,新的不来,现在大多买到的这些都是新老枝开花,老枝就是那种木枝化的老枝,新枝就是新长出来的那种枝条, 就是他新老枝都开花的那个,你纠结那些干啥,就让他长就完了呗,是吧,那你没啥啊,那你这么长,这不错就点关注啊,老花,因为我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,有了养花知识,老花一,养花最长一,白了错不?